正当国会陷入建墙僵局 来到美墨界线 每天数千人一如往常 跨越大桥前往德州 似乎感受不到川普所说的边境危机 美国这次居民也不认为边境有什么危险 反倒是建墙问题 让当地气氛日益紧张 路旁随处可见粉色布条 标示健强范围 未来出入境将更加困难 影响民众生活 盖墙必要性大受质疑 追溯到半世纪前 目前非法跨境人数并非最高峰 甚至和70年代数量差不多 现在边境其实也有像围离的高墙和检查站 根本不需要多花经费 民众更建议不如买架无人机 结合数据加上空拍画面 让边境防守更实际 大爱新闻洋情编译 而他则是不理 好